哈喽朋友们,今天是冬至,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习俗,大家吃部落分了吗? 今天我收拾收拾屋子,给老婆复顿饭,晚上带孩子出来玩一会儿 所以今天晚上就不更新了,和大家吐槽一件事情 今天我遇到一件事情,特别的恶心 今天呢,我收到了咱们频道里边哥们给我寄来的一箱酒 于是呀,我就拍了一张照片,和微信里边别的女性朋友,发点显摆 我说你看,我频道里边哥们儿一下给我又一整箱酒,挺痛快吧 结果人家女的问我,这是什么酒啊 然后我说,这小葫芦仙,酱香型,一百六七一瓶呢,这一箱小一千块钱 结果你拍人家女的说什么 人家女的一说,哎哟,就这,这也好意思拿出来送人 我一听,哇靠,你这是吃了疯狗逼了吗 要是说你家多有钱,你爸省不及高棍,每天喝茅台,看不上这玩意儿 那可以,可以 但关键你也不看看你什么德行 每个月累死累活,挣个三四千块钱,穷的已经快吃土了 但眼界还挺高,这一百六七一瓶的酒都已经进不了你的发眼 结果把你女的给骂跑了 所以说呀,现在这女人真是没法说啊 全都看抖音,把脑袋都洗糊涂了,都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现实生活了 做幻想着现在还是太平盛世呢 幻想着现在人均年收入好几十万呢 行了,好了,我带孩子了,拜拜 今天晚上大家冬至快乐,要吃部落分哦 小独 mur在 insec光 但警察 追起带 谢谢大家